亲爱的现场的各位朋友 以及正在B站和微信视频号收看直播的网友们 大家晚上好 重塑是每一个人都要直面的主题 今年面对疫情的讨厌 每一个人都需要支愣起来重新找到平衡 是一种重塑 而我们面对音乐的经典 大胆的尝试和结构 更新人们对心中经典的定义 这也是重塑 当然去面对真实的自己 去面对自己的相同 或与别人的不同 去改变别人的刻板印象 去勇敢地向不公平 发生 这一定是重塑 今天这些音乐会 我们准备的歌曲 如果能有一些瞬间 让你感动 让你有感触 让你找到新的锚点 让你燃起重塑生活的希望 那将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今天的演出接近尾声了 我们要感谢的人非常多 感谢我们的父母 爱人 亲人 朋友 感谢我团排电场地 国家伙伴 微软公司和澳美北京办公室 感谢担任本场演出视觉设计 给我团大力支持的特邀设计师 林玉老师 感谢长期以来 关心爱护我团的社群组织 喜事业单位 媒体 还有很多个人们 当然了 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更想对彼此 说声感谢 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 出现在我们屏幕下方的 是本场音乐会 所有幕后的工作人员 主创团队 还有演员们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无法一一念出 这台上台下 134人的名字 但是希望 屏幕前的您 可以记住这样一个特别的夜晚 我们不能在线下相聚 但是 我们每一次热忱的排练 我们专业的工作 我们通力合作 客服重重过难 就是为了走到今天 走到您的面前 奉献这样一台 付书的晚会 因为我们很爱歌唱 我们非常希望 可以继续唱歌 给您听 当然 我们最最感谢的 是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在网络上 准时的守候 您的关注和支持 努力和批评 将会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会不断进步 相信我们会继续的 用歌声 温柔感变世界 所以 今天此时此刻 我希望我们所有演职人员们 坚定的 向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大声的说出一句 谢谢 谢谢 现在我们的演出 临近美声 但是我相信音乐不会停 爱不会停 不是吗 音乐一定会让我们重逢的 如果您想对我们的音乐会提出建议或者意见 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客户 进入我们的交流群 当然 如果您也想成为北京霍儿和尚团的一员 也欢迎您点击我团 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当中的招心电接 说不定有一天 您也会站在这个台上 我们一起为社群发声 一起用歌声温柔改变世界呢 今天呢 其实我们的音乐会还没有结束 最后还有两首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反常歌曲 第一首是我团改编自张惠妹的经典作品 彩虹 第二首是我团2018年为十周年团庆 特别创作的原创曲目白露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请您拨订阅